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爱消息 出大事了 中庸信托这个庞然大物 正式宣布破产了 就在昨天晚上深夜深夜宣布 越是深夜发布 越是事情很大 自越少事越大 宣布正式被接管了 被接管了 这是啥节奏 在中国这就是彻底停摆的节奏 什么叫被接管 解放军进驻 武警进驻交易大厅 那就是整个叉叉掉 而且这个接管协议 我一看不得了了 一分钱都没有了 一分钱都没有了 于是同时这个山东 搞了一票大的 叫做什么 以旧换新 房子也靠以旧换新 我以为家电能够以旧换新 没想到这年头 房子也能以旧换新 这是啥节奏 种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波地产危机 债务危机 有没有缓和或者说大方向这种行为模式方面的改变呢 没有啊 还是老样子 该爆雷还是继续爆雷啊 该倒闭 该停摆 该破产 该接管起来 还是继续接管起来啊 我们一起瞧瞧看看分析分析怎么个情况啊 还有我们还会聊到一个就是美国出招了 美国这一招一出啊 你看美国英国几个国家 现在对中国那就是彻底唯独 中国没戏啊 中国一点戏都没有 现在各个一方面看着中国这这洗包子不知道在干嘛 都说了定时炸弹啊 就怕他乱动 越是乱动就越是要制裁他呀 越是要按住他呀 他都这个暖样的还还给他做什么生意啊 所以创造了一个惊人的概念就是去风险 其实这这是杀手锏啊 这杀手锏 现在跟中国做生意就是有风险的代名词 所以创造了 往往政治家就是一旦捋清这种东西啊 那后面这这这个方大方向就是很很明白了啊 OK 我们先说内政再说外交啊 里面啊 昨天晚上紧急宣布啊 中庸信托啊 搞了半天 你看大方向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我就说这些老板怎么还在润 整了半天又说出力好 油股后面 又说涨起来了 又说什么了 那还要赖账干嘛呀 怎么还不发工资啊 怎么现在万科都发不出工资了 所以看到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被托管啊 这个中庸信托与建信信托和中信信托签订了这个委托管理服务协议 而建信信托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国建设银行 所以间接来讲 这中国建设银行牵头 然后中信信托的实际控制人是中信集团啊 中信银行啊等等 所以两大集团都不敢一个上 我们要分析他这些托管协议啊 一个自己只一个都不敢让一个集团来接 证明这个东西非常棘手 以前曾经有一个叫做明天系啊 那个肖建华 那个包商银行 当时央行都敢直接人民银行接管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债务问题 人民银行自己不来接管 找了什么 找了建设银行还有中信集团 而建设银行和中信集团 竟然自己都不敢接 又找了底下的这个马甲来接 中信信托和建信信托 这种小动作我们一看 那就是都不敢接盘 都是烫手三玉 那证明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 非常大 如果说这些都是宇宙行啊 中国说的工商银行是宇宙行 都是万一资产 这个中信信托才多少 一个万一个一个万一的 一个一个一个不是好像一万一哦 有一万一人民币啊 但是反正工商银行又说多大多大 怎么怎么现在接盘一下都不敢呢 证明在这里面是不是都彻底被掏空了 问题很大 这是我第一个感觉 然后再看这个条款 中信托是16日凌晨 就是昨天晚上啊 就是我亚洲事件啊 就公布了被托管啊 托管了 而且是还定了一个期限啊 就是只有一年 一年之后再说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看出来什么 各方面还是比较谨慎 这个问题现在暴露出来了 要接管证明什么 中庸信托本身已经是没有办法运营 都挺摆 找个人来处理一下 找个前台都没有了 现在 所以要找人接管 但是接管里面 他说的很清楚 本公司的相关债权债务关系 信托法律关系 不因此发生改变 那证明什么 证明这些产品接管人兜不兜底 不兜底 以前包商银行的时候啊 很久 三年前了 人民银行接管之后 是要处理 要要你的储户提款 你要帮他提的 我们发现最近一年 你比如荷兰村镇银行 再到这次中庸信托 这个人民银行不太兜底 再到当时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易刚说啊 谁家孩子谁家报啊 好像是易刚说 我你们有没有记错 谁家孩子谁家报 所以我说 我就感觉到中央政府自己未必有钱 我感觉是中央政府也没钱 因为很多时候他不敢兜底 再到这个中庸信托都说的很明白 我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是不会承接的 这个建设银行还有中信银行进来 这是帮你处理一下业务 就是你现在停摆了 没人干 我进来帮你就是这个文件处理一下 这个人家到时候要打官司 帮帮帮你找个代表出去开庭 大概是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是这一个托管又给人感觉非常到处露风 以前一下子接管嘛 好歹刚性兑付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没有办法再玩刚性兑付了 我们看出来 比如房地产这个大坑他都不敢接现在 所以到今天为止 散户们不要再相信中央有大招 中央没招 中央自己都顾不定 所以我们从这些参与者的行为模式 庄家现在在干嘛 他还是在抛售 还有人民银行的行为模式来看 危机见底没有 危机没有见底 现在谈抄底还早的没边 说不定这个底在哪里 现在不知道 底这可能到习近平下台 底可能到中国共产党的要下台 明天席包子一拍脑门 我跟台湾干起来 难说 所以这 他是打不严 他不一定做正确的事情 他可能做错误的事情 完全打不过 他也打 然后最后就埋葬整个中国共产党 然后整个就成了一个烂摊 底在哪里 现在还早呢 习近平明天会不会打台湾 我们怎么知道 说不定明天一蹦 所以这个危机 现在都远远看不到底 现在都不知道后面 明天李尚福也不见了 秦刚也不见了 王毅也不见了 现在还早 现在还早 这个值的一切就是刚刚开始 然后之前很多上市公司 比如这个微光股份 现在都有四个多亿没还了 涉及到很多上市公司 所以这个危机还在波及 微光股份 金房能源 金箔股份 南都物业 咸亨国际 安邦电器 中锐泰 先锋电子 钥匙 这名字改的有点奇怪 钥匙 钥匙 科技 安季食品 三德科技 润格互动 安利股份等 上市公司一大堆 几十家上市公司 都公布了这个中融信托的预期名单 所以受害者先年的面非常广 每一家上市公司背后又有几万到几十万部等的股东 所以这这简直都是火烧连环船 连环船 之前购买信托的有些人说有钱人 其实还不只有钱人这么简单 通常来讲你想拿一个亿或者几千万来购买信托产品 往往是什么往往是法人往往是法人往往甚至是银行自己 现在还没公布银行自己往往有可能是交叉持股 金融机构本来也持有另外一些金融机构的股权 现在这个都还没公布 所有说的都是上企因为银行的规模很大 他没没到需要公布的那个那个达标啊 所以现在不好说的 其实银行大面大面积应该是有差 大概率是应该是有参与 但是他他那个分母大啊 他是要求好像达到净资产的5% 他才公布的所以他就不不需要公布啊 往往你可能这个平安银行啊 平安保险也持有中庸信托的这些信托证券 所以我说火烧连环传呢 一个报全部报涉及的上司 因为他可能他也是集资回来的 你比如这个这个南都物业啊 南南方都市报集团 他可能也是集资回来 他的钱可能是全体员工的钱 要全体员工哇 这这简直是这个难以想象 这背后究竟影响有多大 啊 所以这个中庸信托现在大股东是个央企啊 啊 中国的轻工机机械集团啊 金为仿机这个上司公司 是我们之前只有跟进报道主动要求十五号晚间主动要求退市 之前说 通过股现在股东大会已经通过了啊 当然他他是第一大股东 他的国国资他是可以随时通过他自己投自己的票啊 啊 所以他现在任何消息他都不敢放出来 这个问题非常大中庸信托影响的面 甚至我感觉都不比碧桂园还有恒大小 因为恒大跟碧桂园影响也很大的 他主要是在地产圈 那比如这个房子交付不了啊 然后这整个就全国几百万的家庭所受影响 每个家庭起码又是六个钱包 一个家庭背后的岳父岳母 爷爷奶奶 全部都会受影响 一套烂尾楼背后六个钱包不敢花钱 现在全中国就恒大有几百万的烂尾楼 全中国可能有本来能买房的是中国最能消费的 现在最能消费的这一查全部都不敢消费 啊 就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这还有中庸信托这个这就是钱对钱的啊 这这跟那所以老鼠会没太大区别啊 啊现在全没钱了啊 全没钱了背后又是地产 啊说一个比较轻松点的啊 就是山东之伯啊搞出了一个 已旧换新啊 全市啊 所以之伯这个领导是蛮有想法的啊 啊这个之前搞了个烧烤啊 现在搞了个房子已旧换新证明有没有需求 没有需求 玩这个东西玩到已旧换新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没有需求 他怎么已旧换新的帮你回购这个房产 他帮你就评估一个价钱 但是在这里面就很要命的评估的价格听说比较低 哎所以这里面 这个也是不一定能成啊 不一定能成 你就换新这个想法是可以 反正这啊 啊因为现在主要是一个痛点在哪里一个痛点就是老的房子卖不出去新的房就没有钱来换新的房子 现在一下子就帮你把旧的房子解决到啊 能解决多少啊最后这个钱哪里来 现在这个开发商拿了这个房子之后又要抛售出去 哎呦所以这这我觉得可能最后会把楼市搞垮 因为因为会把价格往往底下摁 他回购的价格一定要很低 到时候开发商自己能变现 哎如果我卖给你开发商变能变现我自己不能变现吗 所以这里面很矛盾啊 这已旧换新听上去这这能解决一个痛点 但实质上操作起来感觉 我觉得不太行啊 如如果开发商敢买 那我这个在市场上找别人买就行 如果我卖不出去开发商也不会不敢接我旧的房子 所以这里面很矛盾啊 所以在我们从这些动作可上来看 就开发商不惜一切代价的想刺激啊 之前什么啊 买房送西瓜啊 那个买房送送送送送韭菜啊 还在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我说了 这整个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并没有变化 啊 所以这这都是很要命啊 这就国内啊 国内的情况 说说国际 啊 所以就就是整个危机现在深不见底 那外面啊 拜登也没闲着 拜登又打牌了啊 哈哈 这老头真的是 你不知道老头聪明 还是老头背后的团队聪明啊 反正现在美国政府聪明 因为本来也是多党的嘛 这个方案提出来不一定是民主党 啊 反正美国政府这次是是真把中国彻底搞搞垮啊 啊 下周本来要开这个联合国大会啊 现在拜登提出一个什么 将乌克兰问题和处理 全球南方经济发展啊贫困 还有债务问题 绑定在一起 绑定在一起 对吧 这这这玩意啊 这这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 就就是说 现在我们解决乌克兰问题就能解决大家的通胀问题 乌克兰一解决啊 粮食就能出口了 然后乌克兰重建这里 俄罗斯那几千个亿美金 我们刷刷刷把经济刷上去 就是拜登这个正反正这一这一届政府搞了两个概念 之前其实川普是想围堵中国啊 其实背后是整个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会把川普选上去吗 就就是对中国有意见 觉得中国你整天那个这个 邪天子以令诸侯 我美国都什么都要听你的 那还得了呢 中国就拔不得全世界都听他的 是吧 你一一进日本的水产 那么日本要听你的 一进台湾的凤梨 台湾就要听你的 全世界都听中国的就看啊 这个这你这成世界老大的 他中央当然中国当然是想啊 在美国肯定不干嘛 那拜登政府做做了两两枪是非常准的 一枪是什么呢 告诉全世界 围堵中国不是政治概念 是经济概念 与中国脱钩 是去风险 之前川普就插就插在这里 川普停留在与中国脱钩停留在一个政治问题 或者说当时还没这么深入人心呢 到了最近一两年 尤其是疫情尤其是疫情以来 大家发现中国的玩意 跟他脱钩 是去风险 依赖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全世界都发现了这个东西 一方面是中国整天要耍流氓 这是一个风险 另外一个风险是最近一两年才出现的 就中国在衰退 比如就现在全部全部汽车 包括什么什么奔驰 包括什么丰田 包括本田全部要撤出中国 赶紧把印度找起来 赶紧把越南找起来 赶紧把北美找起来 赶紧找新的市场 这次辅导一起来日本 那第一反应就是 包括现在台湾 你进他这么水果 台湾第一反应就是什么 赶紧找国际上其他渠道 依赖中国不是办法 大家看出来中国也没钱 他自己也是个烂摊子 指望中国本来就没出路 干脆我们就直接找找其他买家 而且这个东西还成了 比如我们之前说的 日本的零木汽车 早早16年就退出了中国 18年就进入了印度 不断创历史新高牛逼 包括这个台湾的澳洲的龙虾 是吧 哎这个就大家都都发现了 别别理中国了 中国这玩意搞不定 与中国脱钩是迟早的事情 现在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要去风险 到时候拖的时候 我不要对自己产生太大的影响 迟早都要拖 所以这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现在拜登又搞了一个什么呢 又打牌啊 打了一个这乌克兰你们都别推 搞定乌克兰才能搞定我们的通胀问题 这是对的 这些流氓政府 你不解决他们 还搞啥经济 别想搞 明天的可能要打台湾 搞定乌克兰 中国共产党可能就不太敢打台湾了 起码我们做尽了我们的努力 看着乌克兰 这个这个这个俄勒斯打不赢乌克兰 习近平可能就怂了 习近平会怂 所以不解决乌克兰不要不要谈经济 哎 这这我觉得这个这个又是不错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打算是非常不错 啊 包括泽连斯基也会亲自到这个联合国大会啊 泽连斯基越来越高调了 刚开始他要躲在地堡里面大家记得没有 到现在他满世界飞 有没有把俄罗斯当回是没有 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俄罗斯不行 证明俄罗斯不行 战争刚开始两三个月 泽连斯基一直是躲在躲在地下掩体 到G7的时候 他也 比较隐秘他的行程 到这次他直接是什么 跟拉夫罗夫就直接就开干 直接就在联合国大会开干 这证明什么 证明俄罗斯已经被拿捏住了 人家都没把你当回事 包括之前啊 我们要我要我要用核弹啊 到今天大家都忘了这个事 现在找几个导弹还要找找朝鲜要 俄罗斯也是烂到这份上了 找找武器 找朝鲜要 朝鲜饭都没吃了 朝鲜那些都是摆设 真以为朝鲜有啊 所以就是关起门来 真以为忽悠老百姓可以 我三番四次说了 别把自己忽悠了呀 那当然 朝鲜可能是中国的这个转手方啊 背后可能是中国的武器 那就让中国支持吧 中国多支持一点 可能打台湾的风险也会降低 它武器也是有限的嘛 给了这个俄罗斯这边 那边可能就没有了 中国如果真有心打台湾 它不会浪费这些武器 其实 如果这中国 其实这武器很多的 消耗很大 所以这个 这个反正都难说 都难说 这这现在 所以拜登也会在下周四 在白宫会晤 这个哲联斯基 乌克兰 我们将会看到 非常快 非常大的进展 最近已经是在下大棋了 先拿下赚紧牛田 在之前俄罗斯还想封锁黑海 不让乌克兰的粮食进口 我们现在看出来了 俄罗斯连自己的赚紧平台和克里米亚的 港口 他自己都守不住 还想封锁黑海 所以敖德萨的粮食出口 在现在就稳的一批了 因为赚紧平台一拿下 而且 乌克兰敢拿赚紧平台 现在回头想 那证明俄罗斯真的是没 现在没没没戏 很难守 对吗 应该讲 如果俄罗斯不是烂到一定份上 乌克兰是不敢拿这种目标 这种目标很很难守住 应该这么讲 所以这个这个俄罗斯 可能崩溃起来会很快 加上那个什么什么抖音军也也是病危嘛 那反正 找朝鲜药武器 除了被洗脑的小粉红以外 大家应该要看出这个这个东西不靠谱 你找谁要找找找朝鲜药武器 算了 那先说这么多啊 时间有限的 那觉得可以的打开小铃铛 拜拜